一時結聲 新生人發生不幸致死的案件 刑事部起訴 民事方面卻判賠一千四百萬元的天價 刑事民事判決脫鉤 不少人直呼這一千四百萬 真的是太高了 判決的確很打擊一屆的士氣 有人說那麼以後高危險產婦醫院都不說的話 反而會淪為醫療人囚 去年震驚社會的台中五億高中生命案 死者的同性下行配偶 因為證據不足 檢方對殺人罪不起訴 但由於他是法定繼承人 可繼承一大筆財產 高中生的母親無法接受 還提告民事婚姻無效告訴 要讓他失去繼承權 而像這樣 刑事民事判決脫鉤 也出現在醫療週分上 醫師在接生新生兒時 因為吸入胎便致死 雖然刑事過失致死罪嫌不起訴 但民事卻判賠一千四百萬的天價 不過今天其實醫院沒有疏失 那是道義上的賠償話 那我覺得這個 數字上的綿密可以再調整一下 發生這樣的事情是 大家都不樂意見的 覺得還是要賠一點 那一千四百萬 這個應該可以寫傷的啦 網友紛紛炸鍋 直呼如果法律是這個邏輯 那撫養一個孩子長大的花費 是不是要先拿出來給醫院跟醫師 更有護理背景的網友直言 判賠千萬的確很打擊一介士氣 是不是以後高危險產婦 醫院都不收 反而淪為醫療人酬 民事案件我們採取嚴格證據法則 但是損害的結果還是有發生 那在民事法庭的認定的過程裡面 會認為說這個損害的結果 只要在條件因果 或是在相當因果關係上面 可以達到民事侵權行為認定的標準 還是在民事上面要負擔賠償的責任 新市民事判決脫鉤 該如何能奪防保障 恐怕還需好好思考 記者王君 沈家明 台北採訪報導